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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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除了斗里士 食都是重要的一環 不过越好吃的东西就越邪恶 随时越吃越多 蘿蔔糕 年糕 年糕 蘿蔔糕 看看妈妈煎多少吃多少 其实蘿蔔糕的做法 首先它是用蘿蔔 接着沾米粉 然后它会加些纳肉冬菇这些 纳肉其实一般的比例 是起码四分一至三分一 食太多的话 其实真的会容易有积滞 容易难消化 另一方面也会容易热气 食制了最大的仙兆 就是觉得容易有胃气 胃胀 有时候会容易胃痛 比较明显一点 就是有些人会容易便秘 或者是肚饿 糊虾 吃很多的 吃半打 有时候吃到年初 年初十多吃 如果糊虾的话 首先虾本身偏温 糊头虽然健脾胃 但是很饱肚 偏滞气 它的煮法通常是炸为主 如果是吃太多 都是很容易会伤了脾胃 另一方面也会上火热气 上火我们有分虚热和实热 虚热的人通常来说 容易手心脚心气 容易口干 容易烦躁 如果实火的人 通常大便容易避洁 人们除了容易吞 满面会通红 生暗瘡都生了两三粒 除了煎炸香口东西 瓜子同样受欢迎 虽然生的瓜子有助溶场通便 但新年吃的瓜子 大部分都经过控局 吃得多都会热气 杨姨思 新年吃了很多热气 烧飞滋了 为什么吃这么多 怎么办 不要紧 我正在做焗茶 应该很适合你的 里面有连桥 尼干 神曲和来伏纸 连桥本身可以清新火 同时可以去一下热气 尼干本身可以清虚热 因为吃太多肥腻清炸热气 通常会上虚火 所以这两个配搭 可以帮你清清热气 再加上来伏纸 神曲可以帮你烧滋气 我们不妨可以烤一烤 好 我见到还有另外三款 有什么分别呢 有分别的 这一行是火热底的人 就是吃了一些热气东西 或者是比较容易上火的东西 那些人是适合的 这里有个荷叶 扁豆和尺小豆 荷叶它本身可以去烧暑 同时可以去濕的 配合扁豆 其实它可以加强健脾胃的作用 因为有时候我们吃得油腻的东西 容易有湿气水肿 女生最不喜欢的 所以这一碟就是适合热底有水肿的 一些女士或者男士都可以的 另外行底的人 手脚容易冰冷 容易冰冻 菊牙 麦牙 山楂和淮山 菊牙 麦牙可以烧菊蜜类的积 例如萝卜膏 莲膏等等这些积制 山楂可以烧肉食的积制 吃得太多肉的话可以帮它消制 淮山可以平补肺 皮腎三座 同时也可以令人没那么容易消化不良 如果再简单一点 你是行底的人可以用陈皮 山楂来烤水 陈皮它本身可以健脾醋濕 同时山楂可以去肉食的积制 如果吃得太多了 又没有空烤汤或者烤很多茶的话 可以用一点陈皮 再加山楂都可以有消制的作用 葱这些茶是不是一定要用滚水呢 对 所有的药材 首先用滚水浸泡它大概20分钟 然后就可以冲来喝了 好 那我们不如马上试一下 好 可以 首先可以把泥肝放进去 尽量加连茄 平时在家里可以用茶袋 装起药材 20至30分钟烤到它出味 有时来伏纸可以凸碎它 然后就可以喝了 全家人都可以喝的 好 让我马上试一试 等等 先别急 起码要知道自己是寒底还是热底 因为如果是热底的人喝就对 寒底的人会虚上加虚 令自己的阳气散失 所以喝的过程当中 看自己是寒底和热底是很重要的